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讲这个新闻 香港01这个新闻就说 港女以为男网友约会前 故意展发满面发碎 真相瞬间灭火 激似泥漫 我都要讲一些和头发有关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有新发射 我又不太习惯那个新的发型师 另一方面 那个新的发型师也不太习惯我 所以就转过几次头发 实际上 我飞了这个发型之后 我就有少少 self-conscious 即是有少少局促不安 其实每次发型之后 都会有少少局促不安 有少少 self-conscious 可能因为太短了 或是什么 约过男网民去外 即是 oh by the way 这个叫做香港人 几分钟英文 希望不要讲太长 一讲就很多英文讲了 他那里提到 那个女网民 就觉得她打字都正常 这个有趣 我记得 好久以前 我用ICQ 其实我们认识到很多 可能是异性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like what she said It's a woman It's a girl Turn out可能是个男的 Anyway 我发觉 其实很享受大家的沟通 那个过程 即是written communication 其实是一个addiction 即是上个人 但是一去到一个地步 即是 约不约她出来好呢 那这个呢 我就会give up的了 因为 其实 我会觉得 即是失望的多 It's not like what you think All right 要讲 It's not the other side's fault 未必是对方的错 哇 你 你自己天鲜这么漂亮 It's not like that All right 我觉得不是这样 而是说 啊 男女交往 其实可能就贵于这个自然 是的 即是 你没有就没有了 你 你机缘做不到就没有了 这个 You have to accept it's a fact of life 这个是 人生一个事实 是吧 男女的认识最好是by happenstance happenstance就是那个机遇 是吧 啊 或者做事那里撞到 是吧 或者是 在 在街上 在街上都可以撞到一个 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 而 那个人可 会 有 在某些 situation 可能是 成为你那个spouse 你的配偶的 啊 走吧 啊 今天又试一尸 需要刹花 今天的复小 我这些顺目都没有凑出 啊 啊 我觉得 鼻毛凹出来就是 肉本事实 都 dominant 所以出门口的时候要留意 有一把很小的剪刀 蓝善门不要省这件事 你应该有把这些剪刀 看这个 它那个tip是这样的 这些是可以剪鼻毛的 就避免了这种 叫做offputting 令对方反胃的情况 每次出门口的时候 照一照镜 有需要就用这把剪刀 我在街边和阿婆买的 I think I have been using this for 10 years 其实是几元的 我老婆不知道还在吗 在荣湾有个档口 可能我是比较 我一定是那些 old fashion old school 我不信任网上情缘 我也不希望再在网上去 去 develop一个 relationship 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香港那么多人 你到街都碰到人 那一个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机缘 serendipity 但是这个serendipity 或者我们叫做月老 就是cupid 不要读错了cupid cupid就是罪犯 我班很多 我这些学生很多 很多都是cupid 上课犯了极严重的罪行 所以那些叫cupid cupid cupid就是 爱神丘比特 月老 再多一次 serendipity 即是机缘巧合 大家认识 有好感 接着就有chemistry 可能很快 好像那些 electrical current 好像电流 有化学作用 产生化学作用 很奇妙的感觉 并且是很spontaneous 最重要 就是很自发性 不是prearrange 不是预先安排 不是通过一些 technology 一些科技 我觉得是这样的 either this or nothing 即是没有中间的余地 是的 没有中间的余地 这样 这个女孩 都大胆的 即是她 take a bold step 即是其实她都aware of 自己是take a risk 但是 猜不到是 a worst it's a nightmare for her 不太糟糕 当然 后来有些网民 就说 那你是不是貌浴天先 你自己 他叫这个男孩 叫毒L 我估计 我相信是 毒L 应该是毒 狠 是不是毒狠 啊 嗯 Nerd 应该是个Nerd 其实是Nerd Nerd Nerd 你不要以为一定不好 这个字 他可以解一个蠢蛋 一个 一个 Socially clumsy person 更加是解释了一个 即是 没有社交技巧的人 跟着呢 他有个好的解释 不错的 即是 那个人呢 对某一个 subject 是兴趣很大 并且 摆很多时间下去 is 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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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life 那 所以呢 我不介意别人 说我 Peter is is a grammar nerd 文法 文法 独狠 是吧 但是 我觉得这个 香港话很粗俗 I prefer you calling me grammar aficionado 文法 痴迷 好些 但是 是不是真的好像事主那样说呢 他说他cam 好cam 即是 那形 那个字呢 就是sissy sissy sissy 不好呢 就将个 sissy 就和个 feminine 那些字呢 撈乱了 撈乱了 有些人 说他呢 身上好像十日没洗澡 I I I take this with a grain of salt 这个我有少少懷疑呢 是不是夸张了呢 就是 normally speaking 正常来说呢 就 你约个女孩去街里都会洗澡 啊 这样 好 跟着呢 最令这个 女事主呢 嘔心的呢 就是呢 除了口罩呢 他说 见到他整面都是头发碎 头发碎呢 就跟一条头发又不同 哦 头发碎呢 就 我们飞完法呢 也是啦 那一块面都会被啊 黏了些头发碎 那那个呢 可以叫做 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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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hair 如果你说一条头发呢 strand 或者thread strand 或者用个thread 那字 所有不同 那面头发碎 那他呢 就误会了 你是不是因为 重视这个约会 所以呢 就 啊 啊 啊 非了法 才来 才来见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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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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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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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Connell 如果一个人的臉不讨好你,这不是罪,这不是罪,这不是罪,那你就一次就算了,下次不出来吃饭,甚至可以禁止了它,可以禁止了它 我觉得女网民如要这样做,有点不对,它真的登了一张照片,有个四眼仔,那它就说,整面都是毛,还要那个鼻有几条,成两cm的鼻毛,有些人是hairy的,如果它是整面都是毛,当然,it's not like,it's not like以前, 以前,大陆不是有个毛鞋的,不是那只,而是它那些叫fine hair,是用fine的fine,fine是很细微的,那例如那些字印得很细,譬如我们打字,通常我们duatyping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个point size是14,14,那有时如果有需要,把它缩到point 那些那些已经是fine print,或者再小一点,就说它鼻毛凸了出来,这个是肉酸的,如果是真的话,它在这里说,人中接近嘴角的位置,我说听什么叫人中,look at me,望着我,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部分,鼻哥这部分,那个tip那里,这个叫base,底部,bottom,鼻哥的底部,这个是upper lip,上顺,这个是上顺,between the base of the nose and the upper lip, 我觉得我不是很明显的,a部分呢,有两条坑的,就是凹了一点点的,有些人很明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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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是很明显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呢,这个是groove,是的,有一个vertical groove, 那这个部分呢,就叫人中,我想呢,你不要找那些什么专业,专业名词啦,人中因为就没有人记得的,就是,我想你用一些日常生活,好像我这样的英文去解释,那别人明白你,他说人中呢,接近嘴角的位置,又不少又长又水的汗母,嗯,我现在看一张照片, 嗯,我不觉得哦,嗯,哦,他这里说呢,遇上照片男,即是可能呢,那男孩是传了一张照片给他,但是那张照片呢,就,somewhat他觉得是misleading,喂,出来,你的样子不是这样的哦,那他说呢,通常呢,会礼貌地,吃完饭才走,You finish a meal,and then you leave,this is social etiquette,这个是写的 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这次呢,他顶不住哦,she was put off by his face,which,according to her,was coated with fine hair,好了,可能是早走了啦,那另外呢,他说,除了外表呢,这个男网民都是很不懂做的,那还有吃饭呢,很大声说话,这个很有趣的话呢,钟景辉的通, 我们说话 什么情况?what's wrong with钟景辉,I don't know 说话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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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啊,很啊,可能啊,点满风,不过, 不过,旧派的人,个个都是这样的啦,他又问他呢,很多其他一人一听就知是初次见面的问题,在那边上班啊,住那里啊,呃,那这个男仔就。。。 大家第一次出來吃飯應該是engaged in small talk 即是說一些閒話寒圈 令到對方對你留下好印象 就是在small talk的時候 有些 sense of human 有些幽默感 令到那個atmosphere 氣氛很輕鬆 好像茶家宅一樣 所以他說女事主就崩潰 崩潰的英文就 Devastated 用說devastated 或者shatter 我也是選擇粉碎 那些網民就liken her description to a kind of fish 把他的形容比喻做一種魚叫泥蚊 泥蚊魚是英文 我們不想知道 唐失語 我猜就是唐失語 我明白他用A角做例子 是因為泥蚊和唐失語都有whisker 即是有些 有條騷子 whisker 是的 這樣 如果這樣說 以前那個黃澤 筆下的老夫子 和大番鼠 就約不到女生去街 是吧 最後一句我同意 某文指 女事主不應公審該男生的外貌 我絕對同意 I can't agree more 我絕對同意 我絕對同意